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,我是林佳明 新报媒体管理层预测 下半年的营运环境会充满挑战 但强调还会继续推行数字化转型计划 并采取措施来建立和增长新的收入来源 尼尔森研究指出 今年5月的印刷广告开销 按月强烈反弹78%,但按年来看还是大跌了73.1% 这意味着企业在面临全球经济衰退之际 更会收紧营销费用 并预计未来数月的复苏四头会走缓 因此短期内广告收入依然会按年走弱 达证券维持2020财年的营业额预测不变 虽然该公司积极转型 但行家认为近期贡献的新收入来源 依然不足以应对核心印刷业务的挑战 因此维持卖出评级以及26线的目标价 好 松 need 好的 復活 匀 千里 成 Artist 下